哈囉大家好,我是肉肉 今天要來跟大家再次分享個好康的東西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之前 斯普拉頓三八獸的時候 我們曾經開箱介紹過一款商品 4K Gamer Plus 一款可以將1080p畫質提升至4K的商品 不要看我好像只是在工商它 其實我私底下都不再使用 甚至到最近最夯的遊戲 薩達傳說王國之類 我都正式搬上直播來使用 薩達傳說王國之類 遊戲、世界觀以及遊戲畫面 讓全球為之瘋狂 屢屢獲得滿分神作 彷彿讓人想進入遊戲世界中 體驗海拉魯的美景 但是目前已是++4K的時代 1080p老實說真的差太多了 對於這種你可能會花上好幾個月時間 慢慢體驗的遊戲 偶爾盯著掌機玩當然沒有問題 但長時間來說 難道你不會想要好好沉浸在 畫面與音樂的饗宴之中嗎? 之前應該有跟大家提過 4K跟硬80差了4倍 所以在目前大螢幕的時代 畫質會被硬生生拉大4倍 真的是慘不忍睹啊 然而4K Game of Us 在畫面豐富的薩達傳說 能起到非常明顯的作用 光說不練對吧 我們馬上來給大家進行一些對比吧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 在擷取氣象輸出的表現 左邊是1080p 右邊是4K畫質 開頭我們將多個場景 用漫步的方式來讓大家看看 兩邊畫質的差異 可以看到後方神殿的線條與色澤 有很明顯的差異 這邊跟大家提醒一下 這裡都是由Switch輸出 1080p的畫質 右邊是遊戲機 出來經過4K Gamer Plus 畫質提升後的畫面 可以看到4K Gamer Plus 不只在畫質上升到4K 在邊緣的銳化也做得非常不錯 從角色的服裝 到建築的線條 都有很明顯的升級 再來4K Gamer Plus 我覺得它在暗部的優化做得很好 大家可以看看 在比較深色的地方 沒有經過提升的畫面 看起來都會比較灰 但是4K Gamer Plus 在這裡強化了它暗部的顏色 讓整個畫面的色彩 對比度提升 顏色上看起來會比較鮮豔一點 這個部分 我們在比較暗的場景 會明顯一點 我們在地底的場景 來讓大家看看 明顯可以看得出 遠方較暗的地方 看起來對比度變高了 後方的山壁也會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人物跟場景 在低光源的情況下 也會有比較明顯區隔 不會覺得都灰灰的 我們再看看這張鏡紙的圖 可以看到地上石頭的材質 因為經過了提升 質感上看起來比較立體 下一個我們來看看 夕陽時刻的湖水邊 在還沒有提升畫質的情況下 光線的反射跟水波紋 讓畫面顯得有點太過朦朧了 那右邊升級過後的畫面 水波紋的質感跟反射 變得更立體 場景的色彩也變得更加鮮豔了 不只是如此 連人物裝備還有場景的材質 也變得更加的寫實 我們來看看夜晚的驛站部分 在靠近室內的地方 暗部的細節有經過優化 畫面上看起來更加的精緻 最後我們來看看白天火山地區的畫面 我們仔細看看車上 佐納屋裝置的線條 前後比對加上光影的效果後 真的可以更明顯的感受到 金屬材質的質感 這些都是4K Gamer Plus 帶來強大的優化 接下來我們就實際進行 一小段遊戲的實況讓大家看看吧 那我們 其實我沒有先預設說 我要做什麼樣子的行為 我就想說基本上 就是晃一晃 從天空中下去 可能我們會看到神廟 神廟是我之前一直在 最近近期在玩一直想要解決的東西 那從這個過程之中呢 我們可以慢慢的前進 譬如說 我就不飛過去了 我就從天空慢慢降落 降落在這片大地 祥和的大地之上 應該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覺得我好像會往生 啊我想起來我想起來 我記得這裡有一個 我這裡這裡有一個大怪物 欸沒有欸 好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就這樣 補步過去 讓大家感受一下 海拉魯的美妙 這個 美麗的水聲啊 漂亮的場景啊 這個蜜蜂窩啊 聽說這個蜂窩好像可以拿來做什麼事情 我們 呃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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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弓箭拿出來齁 然後射蜂窩 這個跟在現實生活沒什麼兩樣 射蜂窩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所以我要趕快跑 啊蜜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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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成群結隊的蜜蜂 看到 哦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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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 等一下等一下 欸他們 欸哇哇蜜蜂的生命力 哇他極強極強 OKOK好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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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料建造 蜂窩好像聽說這樣子 就可以使用蜜蜂之術 真的欸真的欸 可是這蜜蜂看起來好像會攻擊我 有點危險我先跑 慢慢的飛下去讓大家感受一下4K畫質的提升喔 這個今時今日的真的沒有想到喔 畫質提升呢竟然可以做到這樣的地步 真的太強大了 喔好我說你該不會是要去前方的 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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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里村吧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付勸你現在不要過去比較好 畢竟我身為村長保護旅行者也是我的職責 在這個人物的表現上也是沒有問題 看來就是要我們這個林克工具人準備要上場喔 沒問題沒問題OKOK 我等我這個東西準備好齁 我再去幫你們 我先處理一下我自己的事情齁 好這個神廟齁我們這邊呢經由前面呢 呃很多展示齁看了這個各個場景的 但是唯獨神廟的場景還沒看過 我們來看一下神廟的表現 赤博上陣水流 好左邊這邊有武器齁 武器沒有問題一定要先拿消灘是一定要的 這邊有木箱感覺起來就是要讓我們 欸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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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它這個很明顯感覺是要 �로 看了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什麼意思等一下等一下Content 不是 戳佑 participated rewind 糟糕糟糕糕 konst tat 他們現在都很急 但是我們要不急 別人急 你就不要急 這樣才有自己的 要有自己的Tempo 不能被別人 喔喔喔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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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覺得這種東西 通常 通常你在高處應該就會有 嗚喔喔好可怕 通常你在高處應該會得到優勢 所以我們先 我們先 哎呀啊啊啊啊 變成冰塊了 OKOK 有有有 我們上來是一個關鍵 關鍵重要的地方 我們先把敵人 走開 死了 走開 走開 等一下他們的武器都很強 等一下這樣是合理的嗎 余料建造 OKOK我余料建造 余料建造余料建造 這個關卡就是要把所有人打敗才行 OK Nice Nice 那很明顯的可以感受到 在這個戰鬥的過程之中 經過這個4K Gamer Plus 帶給我們一些不一樣的 畫質上的提升 讓你在遊玩的過程中充分的享受 那一股緊張的刺激感 可能本來已經很緊張了 再加上這樣的畫質的提升 讓你又變得更加的緊張了 這是非常非常不錯的一個效果 好主要呢 是讓大家看看在這個 遊戲實況過程中讓大家看一下說 在這個不一樣場景之內 跟實際遊玩起來的感覺 跑起來兩邊畫質的差異是怎麼樣的 那這個實況的部分呢 到這裡告一個段落 看完比較影片後呢 應該還是會有不少初次知道這個產品的朋友 我們不吝嗇再分享一次給大家 來就是它 畫時代提升畫質的力氣 4K Gamer Plus 這個鮮紅色的外表呢 讓你耳目一息 有沒有看到它上面有一個白色的按鈕 那其實是開關 接上電源之後 你會發現它亮起來的樣子 就像薩達傳說礦眼之息裡面的守護神一樣 鎖定住你的眼睛 那這款產品呢 是由銀劍資訊開發製作 銀劍資訊呢 持續鑽研創新影像技術和一向輸出品質 推出了許多符合消費者需求的電產品 4K Gamer Plus 是他們瞄準Switch 及遊戲娛樂市場的全新產品 注入近40年的影像運算經驗 研發出全球唯一能將1080P影像自動升級至4K畫質的投影轉接器 當然啦這個產品完全不會局限於Switch上 產品本身是影像當化的工具 所以只要是可以輸入1080P至4K Gamer Plus的一向都可以進行優化喔 好的最後我們再來小結一下 經過上一次的合作到現在 從純色系的斯普拉頓 到現在擁有各式各樣美麗場景的薩爾達傳說王國之類 我真的覺得直接在電視上 眼睛看到的那個效果很難以演喻喔 其實這一次我有側錄電視的比較 但人眼的感受是機器完全無法錄出來的 它的感受就蠻像我們前面提供的那樣畫質上的差異喔 在所有4K的電視下 你在遊玩的時候如果是1080輸出 真的會差很多很多喔 我覺得體感上至少也試不到20%的差異喔 另外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自己是直播主喔 玩遊戲的時候沒辦法接這麼大的螢幕 相信一定也會有不少直播主看到今天的影片 這個即便你接上最後進擷取器輸出是1080 它同樣可以擁有畫質的幀 這其實讓我蠻驚訝的 它沒有一定只能輸出在4K上 所以老實說這個產品真的是蠻酷的 你要當作享樂型再加提升一番也沒有什麼問題 你作為直播主想要將Switch的畫質提升 給觀眾更好的體驗也完全沒有問題 真的是可以針對不同類型取向的玩家 一個非常好的解決方案 好的以上就是本次的4K Gamer Plus 在薩爾達傳說王國之類的精彩表現 希望大家看完了也都心癢癢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